这期继续分享《赌石蠢财》第十一篇 瑞丽是受歹族文化和歹族风俗习惯深刻影响的龙国编程 进入四月以后 与西双版纳一样 瑞丽所在的德宏州进入了迎接泼水节来到的前夕 泼水节是歹历的新年 同时也是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阿昌族 布朗族 瓦族 德昂族等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 新所即将到来 瑞丽的主要街道上装饰一新 过年的气氛一天天浓重起来了 泼水节前一天 熊浩文在和萧莹联系好之后 便和莫小凡和乐乐于当天下午两点来到了萧莹的店铺 熊浩文三人走进萧莹的小院 萧莹正站在小院的天井里向两个伙计交代着什么 哦 熊老板 莫老板 你们来了 客厅里喝茶 熊浩文熟门熟户地率先走进了萧莹的客厅 莫小凡 乐乐跟在后面 乐乐好奇地东桥西看 熊老板 有些日子没见了 这位是 萧老板 这是乐乐 我的女朋友 乐乐 这位是萧老板 这个翡翠店的老板 我们的朋友 哦 这位就是熊老板从山东带回来的女朋友 真是个漂亮机灵的女孩 熊老板好福气啊 乐乐把拿在手中的一个半人多高的礼盒 双手递给萧莹 说 萧老板 这是我从山东老家带来的围房 沙燕风筝 送给萧老板 祝萧老师的事业如逆风放飞的风筝一样 节节攀升 萧莹接过了礼盒 看看礼盒上印着的画面 是一只装饰喜庆的燕子型风筝 笑眯眯地说 乐乐真会说话 说得我心里好高兴 这只燕子风筝真漂亮 等空闲的时候去放飞 谢谢乐乐了 萧老板 这只风筝已经缠好了风筝线 配有一千米戴索线轮 随时都可以放飞的 几个人寒暄了一阵 在茶台边坐下 萧老板 今天给我们喝什么茶 喝这个 萧莹说着 从茶台上的一个紫桃罐里 拿出一个拳头大的坨茶 递给熊浩文 熊浩文伸手接过坨茶 件条文包装纸上 写着蒙海坨茶四个大字 上方有一个图案 是八个红色的中字 围成一个圆圈 包住了中间一个绿色的茶字 哇 萧老板了不得 这是不是蒙海茶厂的红丝带 我哟 熊老板好眼力 就是2002年的红丝带蒙海坨 熊老板懂茶 你来泡 萧莹让出了泡茶的位置 熊浩文一副 质得意满的样子 走到茶台主位坐下 把手中坨茶的包装纸拆开 露出了小圆面包样的坨茶 众人一眼就看到了 坨茶上压 有一条辨识度极高的红丝带 经过十多年的存放 这个坨茶的表面 带有清晰布纹 呈乌润褐色 芽叶粗壮 金芽明显 熊浩文拿过一支茶针 把坨茶放到竹茶盘里 从坨茶的底部开始撬解 然后取过一支建水紫桃壶 把翘下的茶条茶块装入茶壶 往茶壶中加入涨水后 熊浩文立即把第一道洗茶水 倒掉之后再加入涨水 盖上壶盖五秒钟 熊浩文把茶汤倒入了公道杯中 这种年份的老茶 茶质比较厚实 公道杯中的茶汤呈红透亮 熊浩文端起公道杯 给每个人面前的茶杯里 倒上了茶汤 熊浩文喝了一口茶 说 这个红丝带蒙海陀锦 压多年 第一泡茶味还没有开始释放 入口醇合 但已经能体会到老茶的滋味 即将喷涌而出了 茶台边的几个人端起茶杯 喝上一小口 体会着熊浩文讲茶的感觉 三 四泡过后 茶汤滋味转为浓烈 每个人的口中都体会到了生津回甘 这个坨茶的汤感厚实饱满 越喝越绵密细润 花蜜香特别浓郁 这就从侧面印证这款茶的仓储很干净 熊浩文赞不绝口地说道 就在熊浩文对红丝带蒙海陀茶 赞不绝口的时候 又有两个客人走进了萧营的店里 走在前面的那人大声说道 萧老板 我们来凑热闹了 看得出你们再泡好茶 给我们也来一杯吧 熊浩文从大茶盘中又拿出了两个茶杯 用开水烫过后 放在了两位后来都面前的茶桌上 然后倒上了茶汤 王老板 两位请用茶 咦 这不是熊老板和莫老板吗 有段时间没见二位了 这位漂亮的小姑娘你好 我们是第一次见吧 王老板好 我叫乐乐 是熊浩文的女朋友 哦 乐乐你好 我就说后面还见过莫老板几次 怎么就不见熊老板你了 原来是去忙着谈恋爱了 哈哈 说完 王洪化王老板 将茶杯中的茶汤 一饮而尽 这是红丝带蒙海坨茶吧 八中茶商标 这茶不错 好茶 王老板真是懂茶 喝一杯就知道是什么茶 真的是厉害啊 我这不算什么 十几年前 我一次吞了两箱 2002年的红丝带蒙海坨茶 时常也泡来喝喝 熟悉它的味道了 王老板这话说得实在 让人佩服 我曾经听见一个自称 很懂普尔的人吹牛说 给他看一看干茶样 再泡一杯喝一喝 他就知道这茶是西规环市冰岛 茶树是长在山南面的 还是长在山北面底 甚至可以精确到 是第几排的第几棵茶树的叶子 哈哈 吹得神乎其神 萧盈的院子里 欢声笑语 大家聊天喝茶 其乐融虫 说笑了一阵之后 王洪化把脸转向了莫小凡 莫老板 最近瑞丽到处都能听到 关于你赌石的传闻 没想到你成长得那么快 果然赌石这种事情 还是要靠天赋的 像我这种引大技术差的人 到现在也只能找别人帮我赌 石 哈哈 王老板 我就自己小打小闹一下 哪会有什么 能够经验到别人的赌石传闻 王老板一定搞错了 我就知道莫老板不会承认 这些事情我已经向萧老板求证过了 并且你赌石的水平也是我亲眼所见的 你不承认也没用 王洪化这么说 莫小凡只好尴尬地笑了笑 我知道赌石这行名气太大 也不是好事 我们大家是朋友吗 今天和莫老板说 这个不为别的 是有事想请莫老板帮个忙 莫小凡有些惊讶 不过还是很客气地问道 王老板请说 我的集团最近成立了一家 以销售高端翡翠饰品为主的珠宝公司 三个月后将要召开新品发布会 这个发布会对公司非常重要 为此我请了国际有名的珠宝饰品设计大师 来为我公司进行设计 现在基本上一切就位了 唯独缺少玻璃种的翡翠明料 由于玻璃种的翡翠明料 一直以来都是极度稀缺的资源 可遇而不可求 我已经多方派人寻找和收购 但是依然收效甚微 所以 我想请莫老板帮个忙 以后要是解石 解出了玻璃种明料 你能把明料卖给我 我愿意出成品翡翠的价格收购 说到这里 萧老板你也别介意 我不是要和你抢生意 只是形势所迫 没有办法 希望萧老板理解 哈哈 莫小凡 倒是很想赚解石 解出玻璃种这个钱的 但是实力不允许啊 他的异能 目前最多只能帮他解出高冰种翡翠 玻璃种原石 什么样子 他自己都还没有见过呢 王老板见莫小凡在犹豫 继续说道 莫老板也不用有压力 我知道要解出玻璃种 除了有实力 更多的还是凭运气 因此我现在也是普遍撒网重点拿鱼 莫小朗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既然王老板这么说了 我试试看 但是不能保证啊 只要莫老板愿意帮忙就行 哈哈 莫老板 熊老板 你们今天来萧老板这里 也是来赌石的吗 不是 明天就是泼水节 泼水节是瑞丽这边 逮足的新年嘛 我们赶在新年 前来拜访萧老板 祝萧老板的生意 节节高升 王老板 今天来萧老板这里 是为了赌石罗 差不多吧 我和我一个供应商 在利润分配上有些分歧 刚好那老小子也喜欢赌石 于是我们约定来萧老板这里 以对赌的方式来决定利益分配 那老小子差不多也该到了 既然如此 我们也该告辞了 莫小凡和熊浩文站起身 事宜乐乐准备走了 结果乐乐不愿意走 说道 今天有赌石 我还没有见过别人对赌呢 可以留下来看看不 熊浩文只好又不好意思地 看向王老板 不打紧 弟妹想看就让他看吗 我这人就是喜欢热闹 15分钟后 萧莹店铺里面又来了两个客人 正是王老板的 对赌对手何老板 和他请来的赌石老手 王老板 我还算准石吧 何老板 是我见过最守石的人 萧老板 场地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吧 早已准备好了 几位李边请 萧莹带着大家来到了后院 所有人的表面都很平静 就乐乐一人把激动都写在了脸上乐乐 你就不能矜持点吗 又不是你赌石 不明白为什么你那么激动 熊浩文说 我没见过吗 而且作为女的 好奇心强一点 不是正常的吗 萧莹后院的矮桌上 已经摆满了各个场口的原石 并且整体来说 个头都不小 我宣布 一下这次对赌的规则 萧莹说道 萧老板 稍等一下 王老板 老是只赌一块原石多没意思 为了能够更加公平起见 我建议我们这次赌三块原石 三块原石的明料 合计价格高的一方为胜者 如果赢的人是我 我们之间的那份协议作废 并且所有的原石费用 由王老板买单 而且全部原石归我 有意思 可以啊 何老板 要是我赢了 原石的费用依然由我买单 原石都归你 但是那份协议的时效 从一年期增加到三年起 怎么样 王老板 这样不太好吧 显然我比较吃亏啊 对赌的规则 我们早就协商好了 现在你临时要改动 多少是要吃点亏的 而且 只要最终你赢了赌时 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还是你现在没这个信心了 如果是这样也罢了 大不了我们不赌时了 继续回去再探讨一下 协议内容就是了 这事情表面上是王老板显得大度 何老板临时要改对赌规则 有些理亏 但是实际什么样 何老板最清楚 他知道 如果能够和王老板回到桌上商讨协议 那就不会来这里 赌时这么麻烦了 行 就按王老板说的 谁先去挑原石 王老板 何老板 我建议致硬币猜正反来决定 挑原石的先后次序 并且双方每次只能挑一块原石 便轮换对方来挑选 如此重复 直到双方都选完三块原石 萧赢提议道 这个办法好 听萧老板的 王老板说道 我没问题 就按萧老板说的做 何老板也附和道 那我宣布 对赌正式开始 萧赢说完 拿出了一个2000年版的一元硬币 王老板 请来的赌时老手张位接过硬币 用手指弹到空中 在硬币落至左手背时 用右手掌压住了硬币 哪面 张卫问道 国辉 何老板请来的赌时老手赵伟说道 张卫拿开了右手 露出了一元硬币的国辉面 哈哈 王老板承让了 祝你好运 何老板 王老板微笑地说道 赵伟走到了后院的原石堆中 拿出了强光手电 开始仔细查看原石 莫小凡此时也好奇地打量着这些原石 准确地说是 嗅着这些原石发出的气味 萧赢的这批原石 已散发柠檬清香香味的原石居多 放出柠檬浓香的原石也有那么几块 但是难得的是 发出菠萝香味的原石居然有两块 再网上的就没有了 如果谁能够凭实力发现 菠萝香味的那两块原石 那么 这次对赌基本就稳了 不过莫小凡估计谁都不会那么容易 选到那两块散发菠萝香味的原石 毕竟后院的原石数量超过了300块 要是没有异能的人都能轻松发现 菠萝香味原石的话 那冰种原石早就被挖光了 20分钟后 赵伟找到了他的目标 他向萧赢借了小推车 将一块36公斤的南旗 抱到推车上 将推车推到了何老板面前 这块36公斤的南旗 没有任何香味 所以莫小凡没有太大的兴趣 不过乐乐很有兴趣去查看一下 于是熊浩文征求了何老板和萧赢的意见后 何老板表示没问题 萧赢告诉乐乐要查看可以 但是必须将自己看到的情况装心里头 不能说出来 不能议论 乐乐点点头表示明白 开始压灯查看南旗的皮壳 在乐乐查看36公斤南旗的时候 张卫已经带着小推车来到了后院的矮桌前 开始挑选原石 张卫曾经和莫小凡比过赌石 虽然最后是张卫输了 但是莫小凡对张卫的印象不差 再加上先入为主的因素 莫小凡更加看好张卫 张卫挑选第一块原石的速度明显比赵伟快 一小会的功夫 张卫便用小推车 推着一块27公斤的莫弯机来到了王老板面前 但是这块27公斤莫弯机依然没有香味 所以莫小凡无法评判他的好坏 不过 看张卫那自信满满的神情 似乎很看好这块原石 现在莫小凡能闻到许多拥有水果香味的原石 但这个数量放在整个原石堆里 依然是极少数 想要恰巧挑中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赵伟见张卫挑好了原石 便将自己挑好的36公斤南起抱到了地上 然后推着推车 再次来到了矮桌旁 挑选下一块原石 而乐乐像个好奇宝宝似的 查看完36公斤的南起 又想去查看王老板的27公斤莫弯机 当然 王老板很高兴地同意了 萧老板准备好了茶 除了查看原石的乐乐 其他人都来到了茶桌边坐下 王老板 这次来瑞丽玩多久 萧莹问道 泼水节过完就走 我这里的厨师又研制了几道新菜 王老板 何老板 小凡 熊老板 有时间都可以来尝尝 帮我试试菜 呵呵 哈哈 到时候一定来 谢谢萧老板的好意 我明天早上就要离开瑞丽了 我和王老板不一样 他是个闲人 哪里好吃好玩 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我忙得很 何老板说道 哎 何老板你不在这边陪我玩 我挺无聊的 寂寞呀 哼 再陪你玩几次 家底都完美了 不管这次 我俩谁输谁赢 以后我都离你远点好 何老板 瑞丽最近盛传的年轻赌食高手的事情 你知道不 有所耳闻 怎么着 不会就是你今天请来 帮你赌食的这位吧 那倒不是 我要是请他来帮我赌食 我怕你说我欺负你 哈哈 那你说这个的意思是 那个赌食高手 就是和我们一起喝茶的这位莫老板哦 何老板看向了莫小凡 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莫老板那么年轻 以后大有可为 我这人别的爱好没有 就好个赌食 等以后 有机会 请你指点一二 莫小凡 其实不喜欢王老板 这样夸奖自己 见一个人 就说他是传说中的赌食高手 但是他也没办法 只好逆来顺受了 何老板说完站起身 双手将自己的名片 递给了莫小凡 莫小凡也起身双手 接过了何老板的名片 上面写着横隆集团 何向荣 何老板言重了 我只是个年轻后生 王老板 你看人家莫老板 谦虚稳重 谁像你那么张扬 我生下来就这样 改不掉了 只有麻烦何老板 签就一下了 众人聊着天 赵伟也完成了 他第二块原石的挑选 这是一块 重达45公斤的惠卡 看来双方目标 都很明确 为了防止解食解出的 种水不尽如人意 都尽量选些 大个的原石 这样在最终估价环节 能够发挥优势 这块45公斤的 惠卡莫小凡 关注了一下 因为这是一块 散发着柠檬清香的原石 但他也仅仅是关注了一下 莫小凡讨厌惠卡 莫小凡 价值几百万的高兵种惠卡 就因为出了帝王猎 最后被销影以 一万元的友情价收购了 赵伟选完了第二块原石后 张伟雷厉风行地推着推车 再次来看到了矮桌面前 他像挑选第一块原石一样 依然在很短时间内 就又挑出了 一块38公斤的末弯机 张伟将38公斤的末弯机 爆出推车 放在了王老板面前 之后气定神闲地 回到茶桌边喝茶 赵伟则推着推车 第三次来到了后院 摆放原石的矮桌前 王老板想要搞事情 便问张伟道 张伟 如果让你和莫小凡 再比一次 你能赢吗 王老板 正所谓 盛名之下无虚名 这时候毕其锋芒 才是聪明人的选择 我为什么要去硬碰硬呢 哈哈 张伟 你知道吧 我就喜欢你这点 所以这次赌食我依然找你 赵伟的最后一块 原石挑的也挺快的 片刻的功夫 他便推着一块 28公斤的大马砍半山半水石 来到众人面前 何老板 这三块原石我挺有信心的 你看可以吗 何老板朝赵伟点点头 对萧莹说道 萧老板 麻烦这三块原石帮我送去解食吧 萧莹叫来了解食的伙计 伙计和赵伟商议了如何解食 并画好线后 将三块原石推去了解食工作间 何老板的三块原石推走后 张伟起身 去帮王老板挑选最后一块原石小凡 熊老板 乐了 你们晚上在我这里 吃了饭再走吧 萧莹说道 莫小凡本想推辞 萧莹接着说道 萧莹新年前的一天 能留下来吃饭的都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我已经让厨师准备菜肴了 大家一定不要推辞 一起吃饭吧 人多才热闹吗 王老板说道 是啊 莫老板你们留下来 我还可以和你聊聊赌食的事情 何老板说 莫小凡 熊浩文和乐乐 见大家都这么挽留 也不好再说什么推辞的话语了 那谢谢萧老板 我们听你安排 莫小凡说道 说话间 张卫用推车 推着他为王老板挑选的最后一块原石来到了众人的身边 这块原石还是一块墨弯机 一块足足有53公斤重的墨弯机 莫小凡对这块墨弯机充满了兴趣 他很想知道一块53公斤的柠檬浓香墨弯机能解出什么样的结果 六块大个头的原石 解食要花费的时间自然不可能短 于是萧营店招呼众人来到餐厅先吃饭 晚餐的主菜是一整只的烤全羊 外加一些素菜作为配菜 餐厅配有一名伙计专门为大家分食烤羊肉 同时萧营准备了冰镇羊梅汁为大家解暑消渴 烤全羊墨小凡以前也吃过几次 但是论味道都无法和今天的烤全羊相比 萧营这里的烤全羊外焦里嫩 肉质不干不柴 并且烤制的时候将辣椒、花椒、滋染、盐等调味料 完美地融入到羊肉之中 味道极好 莫小凡、熊浩文和乐乐吃得大呼过瘾 王老板、何老板也是赞不绝口 晚餐后 大家再次回到后院喝茶聊天 四月的瑞丽天气已经渐渐热了起来 后院里正好纳凉 差不多又过了半个小时 王老板和何老板的总共六块原石 终于堵解食完毕 送到了后院 当着所有人的面 萧老板首先查看了 赵伟挑选的36公斤南棋 他伸手揭开盖子 南棋切面的结果是 懦种不带色 看到这个结果 赵伟露出了略微遗憾的神色 萧莹在详细检查了这块36公斤南棋的每一片明料的肿水 以及列文情况后 给出的明料价格估值是 七万五 乍看之下是小赚一点 但是如果按照萧莹这里的原石购买价格来看的话 显然是亏了 在莫小凡和熊浩文这些参加过对赌的人眼里 这个结果倒是能够保持平常心 不过这对于乐乐而言 显然是非常刺激的 如果不是考虑到当着赌食双方的面一论不好的话 乐乐的话夹子早就停不住了 接下来查看的是赵伟挑选的45公斤绘卡 萧莹在大家期待的眼神中 揭开了绘卡的盖子 看到的切面表现是细糯种情水飘花 萧莹查看了所有切片的种水表现 列文稍微多一些 不过还属于绘卡的正常范畴之内 萧莹估计这块45公斤绘卡能出手镯36条 手镯价格取平均值7500条 36条合计27万 惠卡的边角料可制成雕件 萧莹估值17万最终 45公斤惠卡萧莹的名料 估值是27万加7万除以2 即17万 按照莫小凡估计 由于萧莹这里的原石价格本身不低 这17万大概率还是不够购买这块45公斤惠卡的本 钱 想要在萧莹这里赚到钱 除非是解除兵种及以上才行 轮到赵伟最后挑中的原石 即28公斤的大马坎半山半水石了 目前赵伟的成绩谈不上有多好 但是自然也不差 这块大马坎半山半水石将成为能否赢下对赌的关键 气氛变得凝重起来 萧莹慢慢地揭开了大马坎半山半水石的盖子 赵伟和何老板看到切面后都松了一口气 这块原石和上一块45公斤惠卡的肿水差不多 是细糯种果律飘花 萧莹查看完这块大马坎半山半水石的所有切片后 认为这块原石总共可以出23条手镯 每条手镯取平均 值8000 再加上便脚料的价值 最终这块原石的明料估值是12万 这样的话 赵伟所找的原石明料估值就全部出来了 36公斤南奇估值 75000 45公斤惠卡估值 17万 28公斤大马坎半山半水石估值12万 何计 36万5 这个成绩谈不上好 但是至少还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然而在莫小凡和熊浩文看来 这个连赌石成本都收不回来的成绩自然是切垮了 但是在何老板这些消赢的常客看来却不是这样 对他们来说 找人对赌也好 自己亲自来赌石也好 那都是娱乐消费 哪有娱乐不花钱的 因此赌石成本收不回来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自己玩得开心就好 莫小凡 熊浩文 赌石是为了赚钱 这与何老板 王老板赌石是为了娱乐 以及寻求刺激 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 莫小凡 熊浩文 还远达不到何老板 王老板那样的层次 说白了 萧赢的翡翠店铺 本质上是一家 为客户提供娱乐服务的场所 而不是让人靠原石切涨 赚钱的原石交易市场 赵伟的三块原石查看完毕 接下来该查看张伟的三块原石了 张伟这次挑的原石很有趣 全都是莫弯机 就是不知道这三块莫弯机 能不能给王老板带来惊喜了 萧赢来到张伟挑选的第一块原石 27公斤莫弯机面前蹲下 揭开了这块原石的盖子 切面表现是细糯种果律飘花 张伟挑的第一块原石便是细糯种果律飘花 这给赵伟和何老板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这块27公斤的莫弯机 萧赢的名料估值是 13万5 之所以27公斤莫弯机 会比同种水的28公斤 大马坎半山半水石估值高一点 是因为27公斤莫弯机的石型 相对更好一些 可以比大马坎半山半水 多取出两条手镯和一些雕件 张伟挑的第二块原石是 38公斤莫弯机 如果这块莫弯机种水依然不错的话 大概率何老板就要输了 王老板此时挑衅地说道 何老板 投降输一半 怎么样 呵呵 反正输赢都是你买单 原石归我 我有什么好怕的 你个死鸭子嘴硬 那一会让你哭吧 萧老板 接盖吧 让何老板彻底死心 萧赢揭开了这块38公斤莫弯机的盖子 张伟看着莫弯机的切面愣了一下 王老板看到莫弯机切面后 瞬间笑声戛然而止了 哈哈哈哈 老王 笑得太早遭报应了吧 看来这次我不但要白嫖你的原石 那份协议我们也可以说再见了 38公斤莫弯机的切面是细糯种带色 但是却是一个大减分的油青色 细糯种油青底 你笑个屁 我这不是还有一块原石没有接盖的吗 王老板说道 要不这样 按你所说的投降书一半 全部原石我买单你拿走 协议的事情你就别想了 王老板阴着脸没有说话 细糯种油青底的每只手镯的市场价也就2000左右 38公斤的莫弯机 萧莹估计能出34条手镯 油青色的雕件非常不值钱 萧莹最终给到38公斤莫弯机的估值是 38000 现在对赌双方的成绩是 何老板的明料总价是3650000 王老板的明料总价是1730000 王老板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对萧莹说道 萧老板 请揭开最后一块莫弯机的盖子吧 萧莹点点头 来到了53公斤莫弯机面前蹲下来 准备揭开原石的盖子 现场的气氛顿时凝重起来 连已经在提前庆祝胜利的何老板也平住了呼吸 莫小凡是现场为一个显得轻松的人 他已经知道了那是一块柠檬浓香的原石 53公斤的柠檬浓香原石除非出现帝王猎 不然的话胜负已定 萧莹揭开了盖子露出了里面的玉肉 糯冰种腊绿飘花 看到这一幕 何老板原地实话 嘴不自觉了张开了好半天 才又闭上 此时的何老板很想找一个人宣泄一下情绪 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赵伟 但是何老板毕竟不是王老板 他觉得出了问题就拿下属出气是无德无能的表现 所以他深吸了一口气 稳定了自己的情绪 但是脸色依然铁青 哈哈哈哈 老何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不要高兴得太早 最后峰回路转又转回我这里来了 王老板非常的说道 哼 刚好这一大块 诺冰种腊绿飘花末弯机 我有用处 这是我从王老板你这里拿到的战利品 我带回去 全部制成手镯 分给我的亲朋好友 何老板嘴上不让人 随便你 你高兴就好 王老板现在心情大好 不会和何老板计较那么多 萧赢完成了 对这块53公斤末弯机的查看 这块末弯机 一共能出手镯44只 每只按市场均价 2万2千计算 再加上便脚料 这块明料的最终估值是 55万9 王老板所有的明料估值是 73万2 差不多是何老板的估值的一倍 谢谢 王老板送我了一份大礼 何老板硬生生地说道 哈哈 应该的 那我们之间的三年协议 泼水节结束后 你带着协议来找我 何老板痛快 好了 你去付账吧 只有看见你出点血 我心里才平衡 一百多万的账单 就想让我出血 只要你乐意 以后这样的账单 我可以经常为你买单 王老板说完 爽快地向萧盈支付了 购买六块原石的费用 别别别 签完协议 你爱去哪就去啊 别再来烦我 我怕你了 还不行吗 何老板无可奈何地说 最后 何老板留下了 53公斤墨弯机的 诺冰种腊绿飘花明料 把另外五块原石解出的明料 都按照萧盈的估值 卖给了他 何老板在完成 这一系列的操作之后 和大家打了招呼 带上赵伟离开了萧盈的店铺 何老板一走 王老板随即也带着张卫离开了 而墨小凡一行人 也在这时候 向萧盈提出了告别 萧老板 今天谢谢你的招待 熊浩文说道 不客气 以后有时间就常带着乐乐来做做 乐乐 我这里好吃的可多了 保证你每次来 都能吃到不一样的可口菜肴 哈哈 萧老板 怎么会知道我贪吃的 看你吃烤全阳食那副享受的样子就知道了 嘿嘿 谢谢萧老板 小凡 以后要是遇到好的料子 别忘了我哦 不然的话我就把你赌食的事情宣扬出去 萧盈半开玩笑地说道 别别别 萧老板你放心 只要以后遇到极品的名料 我会记得给你留一份 这就对了吗 那我就不送你们了 泼水节快乐 泼水节快乐 萧老板 熊浩文驾车载着莫小凡和乐乐 离开了萧盈的店铺 回到了澳星世纪小区的住所 一进门 乐乐就躺倒在沙发上 我一直以为翡翠店铺 就是一间小小的铺子 柜台里摆着满满的货物 老板坐在店铺的玻璃柜台后面 等着客人上门 结果今天才知道 翡翠店铺还可以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 里面提供客人休息 就餐 赌食 解食和售卖中高端翡翠 这才是我以后理想中想要开的翡翠店铺 你先从一间姐高玉城的翡翠店铺做起吧 步子一次别卖得太大 莫好处 而且你也卖不出那么大的步子 熊浩文说道 看了肖老板的店铺 突然觉得 姐高玉城这种市场上的小店铺不香了 你别那么好高物远 人家没有店铺的人 摆一个摊位还不是照样做生意 是倒是这样 好吧 似乎先有一间小店铺也不错 这就对了吗 好了 明天泼水节 大家要早起去看热闹 雨衣和手机防水套我都买好了 我们尽量玩开心 今天都早点睡吧 熊浩文说道 泼水节为什么要用雨衣 墨小凡问道 墨公子 你想象中的泼水节是什么样的 我看电视剧里面是游客在路上走着 周围路边那些穿着漂亮歹足服饰的小姐姐 用枝叶沾一点小碗里的水 轻轻点向路过的游客 表示祝福 呵呵 墨公子 你说的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时代变了 现在要是别人使用水枪 这倒是还好 如果别人端个脸盆 见人就一盆水浇你个劈头盖脸 而你没有雨衣和手机防水罩 有够你受的 老呢 你这么一说 感觉好可怕啊 要不我们泼水节 这三天就待在家里吧 我可不想被人一盆水浇的一生都是 没事的 有我在 我看谁敢泼你 我十倍泼回去 至于墨小凡嘛 让他自求多福吧 哈哈 虽然现在泼水节的泼水方式也蛮得多 但是作为年轻人的墨小凡来说 也能接受 并且这也算是一种不错的解压方式 只好防护好 问题应该不大 泼水节放假这三天里 就像别的地方过春节一样 大多数店铺都停止营业了 这当然也包括解告原石交易市场和德龙夜市 墨小凡想想也没有其他地方能去 不如就好好享受这三天的泼水狂欢吧 水花放 歹家旺 这是歹族的一句俗语 他讲的便是歹族最盛大隆重的节日 泼水节 早上七点 墨小凡打开了卧室 看见乐乐在客厅打扫卫生 熊浩文则在厨房里做早点 熊浩文见墨小凡起了 丢给他一块湿抹布 墨公子 今天是泼水节的第一天 歹族称作卖日 将你的卧室打扫干净 会让你一年都拥有好运 好的 没问题 墨小凡接过抹布 将自己卧室的床头 床尾 床头柜还有衣柜 都认真的抹了一遍 洗干净抹布后 又回头抹了一遍 他拿来扫帚 把江地上清扫了一遍 确认没有遗漏后 来到客厅 和乐乐一起擦桌子 哟 墨小凡 看不出你还做家务 乐乐看着熟练 抹着客厅桌子的墨小凡说道 你也太小看我了 虽然我不爱做家务 但我爱干净 很快墨小凡和乐乐 将整个客厅家具 都抹了一遍 又扫了一遍地 最后墨小凡 拿着托布的 把客厅和自己卧室的地面 都拖了一遍 打扫完卫生 熊浩文 给大家煮的炸酱米线 也端上餐桌了 我再重申一次 出门的时候 个人穿好雨衣 手机千万不要 从防水袋中拿出来 不然就等着换手机吧 另外 今天外面的人流量会非常大 我们就不开车了 打个车到市中心后 我们便参加今天的节日活动 到时候会有花车游行 歌舞表演什么的 游行结束之后 就是万人大水战了 去到市中心之前 我们要提前准备好水枪和盆子 我们是不是需要提前带着水去 莫小凡问 不用 到时候市中心 会有很多卖水的摊贩 出几块钱买就可以了 吃完早点 莫小凡 熊浩文和乐乐星智满满地离开了住所 来到小区门口的小超市 买了三把水枪和三个脸盆 三人上了一辆出租车 前往瑞丽市中心 三人出来得比较早 街上的行人 虽然比以往众多 但是人流量还不算太大 不过随着三人越来越靠近市中 心 人流量也越来越大起来 节日的味道越发浓重了 三人在市中心下了车 此时街道两旁已经有不少行人 大多数都像莫小凡他们三人那样 手拿水枪 提着脸盆 时不时地用水枪喷一下往来的行人 虽然气氛看起来剑拔弩张 但是大家都还比较克制 还没有熊浩文所说的疯狂场面 但即使如此 莫小凡三人还是挨了不少水淡 好在三人都穿着雨衣 衣着没有被打湿 但是被水枪喷射的感觉很不爽 三人很快找到了卖水的摊贩 这些摊贩用一个底部有四个轮子的 可以折叠的大水操装着清水卖水 莫小凡 三人在这里为手中的水枪灌满了水之后 面露的色 虎视眈眈地盯着周围的人群 一旦有人朝他们发起攻击 三人便立即反击 并且很有默契地都攻击同一人 一时间竟然没有对手 你还别说 这种水枪对战还挺解压的 打水仗玩了一阵 是中兴广场上的节目开始表演了 行人们都很有默契地停止了打水仗 渐渐往广场上聚集 这时候广场上一群身穿黄色歹族服饰 头戴斗笠的男女来到广场上 他们统一拿着装了水的粉红色小盆 分战两侧开始舞蹈 一旦有人从他们中间穿过 两侧跳舞的歹族男女 便用手指弹一点盆中的水到这人身上 表示祝福之意 熊老板 你看这种泼水祝福的方式多好 多文明 等到下午泼水节高潮的时候 就不是这样了 随着时间推移 一些穿着红色歹族服饰 头戴斗笠的年轻男女 也加入到跳舞的队伍中 穿黄色歹族服饰中 带着传统乐器的乐师开始奏乐 整个现场的气氛渐入佳境 第一波演员们的舞蹈结束后 各个代表团的舞蹈队纷纷上场 演员的着装穿 颜色风格均不相同 莫小凡和乐乐一时 也说不清他们是哪个民族的服饰 舞蹈队逐一进入广场 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精彩表演 莫小凡三人像绝大多数游客一样 安静地在广场上 看着一轮轮的歌舞表演 由于这是一年一度的泼水节 看出的舞蹈者为了今天的表演 都下足了功夫 随着表演的继续 节日的气氛也被推向了高潮 表演一直延续到了中午 表演结束后 熊浩文立马带着乐乐和莫小凡去找吃的 只有吃饱肚子 下午的泼水节大混战 才有力气能够坚持到最后 要是下午我们走散了 那就回家会合 没必要在外面到处找对方 熊浩文说道 乐乐和莫小凡觉得 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吧 不过还是都点了点头 吃完午饭 三人在街上闲逛 发现街上的人流量 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密度 街上别说走车了 就算是人走 也快要堵得动不了了 三人好不容易来到了 花车表演行进的街道边 观看一辆辆扎的 花枝照展的花车游街 一个小时后 花车游街结束 这时候一个躁动的年轻男子 突然将手中的一脸盆水 泼向了一个没有穿雨衣的小姐姐 倾盆大水 立刻将小姐姐浇成了落汤机 年轻男子的这一举动 成为了点燃泼水大战的导火索 大战一触即发 所有的人就像是 得到了开战信号一样 使用手里的水枪 或者脸盆中的水 攻击自己攻击范围内的陌生人 而被攻击的人也无差别地开始攻击自己身边的陌生人 所有的人沐浴在水中 尖叫 大笑 将泼水大战的波及范围蔓延到更远处 很快 莫小凡事业所及的所有人都参与了进来 互相泼水的路人还好 毕竟大家乐在其中 但是那些维持治安的民警可就惨了 职责所在 他们只能站在原地不动 接受着一盆水又一盆大水的洗礼 莫小凡三人在人群中间 已经被水泼的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 雨衣并没有他们料想的那么功能强大 不少的水顺着雨衣的帽兜进入到雨衣内部 莫小凡整个人早已湿透了 这还没完 不同角度的冷水一盆接一盆地 浇到自己头上身上 把莫小凡都整猛逼了 当莫小凡意识到 熊浩文和乐乐不见了的时候 已经过了很久 莫小凡放弃挣扎 拿出水枪开始还击 可是水枪那点可怜的威力 根本无法对抗 四面八方坡来的一盆接一盆 的水 于是 莫小凡只好收起水枪 拿上脸盆 挡在脸上抵挡攻击 脸盆里瞬间便蓄满半盆水 一直被当靶子打的莫小凡已经怒了 不顾一切地 将盆中水泼向了离他最近那个 穿着紫色歹族服饰的小姐姐 歹族服饰小姐姐触不及防 被莫小凡交了一头一脸 他极度郁闷地盯着莫小凡 莫小凡此时觉得这个小姐姐 好像有些眼熟 但是自己头上的水 一直往眼睛里流 他看不清楚对方 莫小凡 你太过分了 小姐姐生气地喊道 这个声音 是张薇薇啊 哟 这不是张薇薇吗 好巧呀 莫小凡一脸狼狈 但是依然嬉皮笑脸地说道 瞧你妹啊 我刚才就看出是你了 想过来帮你 结果你倒好 直接一盆水就泼过来 不知不觉间 两人已经处在了大家泼水对战的中间地带 成了超级炮灰 一盆盆的水从正面和左右两面大立泼来 张薇薇此时已被泼的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 莫小凡心里一热 将张薇薇整个人抱住 这样张薇薇受到攻击的面 就大幅减少了两人开始慢慢往人群的左边移动 逐渐脱离了多方交战的核心区域 张薇薇刚被莫小凡抱住的时候 有些娇羞 想要正拖出来 但最后还是接受了莫小凡的好意 她没想到 这个莫小凡也会有体贴人的一面 泼水交战的主要地带集中在街道上 莫小凡拥着张薇薇离开了街道 挤进了人行道深处 这样被别人泼水的次数就大幅减少了 到了这时候 莫小凡才松开了抱在怀里的张薇薇 你还好吧 莫小凡问 我没事 谢谢你了 你干嘛不穿雨衣呢 你没发觉穿着雨衣照样没什么效果吗 并且浸到雨衣里面的水 捂在雨衣内侧和衣服上 会让人更加的难受 莫小凡听张薇薇说了穿雨衣的似有若无的效果之后 感觉了一下 还真是这么一回事 于是干脆把身上的雨衣给脱了 此时两个人虽然都成为了落汤鸡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 他们缓过神来 觉得泼水还挺刺激很好玩的 休息得怎么样了 是不是继续加入战斗 莫小凡问 走 继续泼水 但是你得负责保护我 哈哈 我尽量啊 莫小凡和张薇薇 再一次加入到了泼水大战中 有了上次的经验 这次加入泼水大战的两人知道了站位的重要性 不会再傻乎乎地成为众矢之地了 参加泼水大战是一件非常消耗体力的事情 半个小时后 已被泼得七荤八素又精疲力尽的莫小凡 拉着张薇薇的手 挤出了人群交战的最前线 张薇薇就任由莫小凡牵着自己到处走 最后两人来到了离街道远一点的人行道后面 这里相对就比较安全了 你们这里的泼水节真的好刺激 哎呀 我耳朵进水了 没事了 进耳朵的谁等会就自己流出来了 我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今天我被别人泼成落汤鸡 都是莫小凡你的错 你要补偿我 我请你吃泡鲁达总可以了吧 我不喜欢吃泡鲁达 太甜了 我喜欢喝冰镇柠檬水 另外 你还得请我吃晚饭 行 这些都没有问题 不过我们去哪找吃甜品的地方呢 离开市中心 人流量就会逐渐减少 我们慢慢往北边走 你拉住我的手 防止我们被人流挤散了 大街上人山人海 喊声笑声连成一片 水枪乱射 水盆翻飞 街道的地面水流纵横 莫小凡和张薇薇 在人行道上慢慢步行 来到了一家甜品店门口泼水节气间 很多沿街的店铺都关了门 因此这家甜品店的生意异常火爆 排了好一会的队 莫小凡终于买到了冰镇柠檬水和泡鲁达 谢谢了 看不出莫小凡你还是有些优点的 莫小凡白了张薇薇一眼 张薇薇 你一个人出来过泼水节 我和我妈早上看完了舞蹈表演 她就回去了 你呢 一个人参加泼水节 我和两个朋友一起出来参加泼水节的 不过下午泼水大战开始后 我们走散了 你是第一次参加泼水节吧 对啊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只有第一次参加泼水节的傻子 才会站在大街上的人群中间成为泡灰 我好心想把你拉出来 你居然一盆水泼我脸上 哼 当时我被泼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刚好你凑了过来 我就顺势泼了出去了吗 对了 你啥时候带我去赌食 你想去的话 等泼水节结束以后 我们就去呗 有我这样好看的女孩子陪你去赌食 是不是很开心 呵呵 我给你增加点水分 让你水灵灵的更好看 莫小凡说完拿起水枪 朝着张薇薇就喷了过去 两人吃完甜品 莫小凡和张薇薇又回市中心 加入到泼水乱战当中 渐渐适应了泼水大战的莫小凡 玩得很起劲 很开心 张薇薇也是如此 两人在大街上一直玩到下午六点 大街上的人渐渐散了 又等了好半天 他俩要的一辆网约车来了 两个人坐车来到了瑞丽财富广场 莫小凡说 带张薇薇去吃河底捞 在莫小凡看来 和妹子吃饭 要是不知道吃什么 选择火锅一定没错 泼水节期间 瑞丽的天气已经较热了 瑞丽财富广场四楼上 各个餐饮店里里外外 大多是刚从泼水大战中 撒下来的男女 一个个浑身的衣裤都是湿的 只不过没有往下淌水了 莫小凡和张薇薇 进到河底捞火锅店 果然如莫小凡所料 张薇薇立马点了一堆 自己爱吃的菜品 然后资格去挑战水去了 莫小凡 今天我玩得很开心 下次我会回请你的 嘿嘿 你以后想出来放松下 都可以约我 你现在住在哪 在澳星世纪小区 和我朋友住在一起 不过因为她女朋友 也过来瑞丽了 所以我很快会搬出去自己住 房子我已经找好了 目前正在装修 那你干嘛不让你女朋友 来瑞丽和你在一起 张薇薇装作不经意地 问起了这个问题 我没有女朋友了 已经做好多年的单身狗了 要不你给我介绍一个 我以前在瑞丽的朋友 都离开瑞丽了 所以不好意思帮不了你的忙 张薇薇斩钉截铁地说道 哎 那就算了吧 后天我们继续出来玩吧 为什么不是明天呢 明天我要去看我师父和师娘 你师娘身体好些没有 老样子 需要人长期照顾和陪护 师娘的胃口很不好 每次只能吃一点点的东西 莫小凡点点头 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前几天我碰巧遇见你师父马红了 和他聊起了你 你师父一提到你 便露出了开心的微笑 那是当然的 我可是我师父的骄傲 只是我师父现在空有一身本事 却又无法发挥 这种事情只能慢慢来 一定会有转机的 希望能如你所说 吃完晚饭 由于瑞丽财富广场离张薇薇家比较近 莫小凡打了个出租车 先送张薇薇回家 然后又让出租车师父送自己回到了 傲星世纪的住所 熊老板 乐乐 我回来了 莫小凡你去哪开心了 怎么现在才回来 乐乐问道 和你们走散后 我遇到了张薇薇 就是马红的那个女徒弟 我和她一起泼水 吃了晚饭才散了 我怎么感觉 你俩回来得很早呢 老熊说 今天外面人挤人的 我们干脆回来 自己做吃的了 倒是你和那个张薇薇 发展挺快的吗 已经在一起吃饭了 张薇薇 这人只要不刁蛮 其实还是挺好相处的 要不你和她处处看 我觉得和她作为朋友相处 更合适吧 对了熊老板 你那件雨衣 没有防水效果呀 我怎么知道 今年的泼水节 比去年的泼水节 更加暴力了 连雨衣都挡不住了 明天我们还要 出去泼水不 我明天在家拍照卖货 熊浩文说道 我也休息一天 今天累坏了 乐乐说道 那行 我也休息一天吧 我后天还约着张薇薇出去玩 那祝你们到时候玩得开心 熊浩文说道 墨小凡这一天下来非常疲惫 何能浩文 乐乐聊了会天 便去洗漱睡了 这一夜墨小凡睡得很沉 那一片神秘的竹林 再一次出现在墨小凡面前的时候 他先是一阵惊异 接着是一阵欣喜 他走到竹林边的一瞬间 所有封存的记忆又重新打开 他记起了这片竹林 想起了竹林中那个奇怪的亭子 以及亭子中那个自称给予他异能的名叫员的男人 墨小凡怀着激动的心情 快不向竹林深处走去 记忆中的亭子出现在他面前 那个名叫员的穿着汉服的男 子依然独自坐在亭中饮茶 你来了请过来喝茶 原说道 第二次来到竹林中的亭子前 墨小凡已经没有了上一次出来时的戒备心 他轻快地走进了亭子 在石桌边坐下 石桌上放着一把样式古朴的白瓷茶壶 和两支白瓷茶杯 石桌下有一个风炉 炉上坐着一个长柄烧水壶 壶嘴往处冒着热气 人像上次那样 放了一个茶杯在墨小凡面前 然后将茶针上 茶汤的颜色是清亮红艳如琥珀 墨小凡知道这是上好的红茶茶汤才有的颜色 墨小凡没有犹豫 端起茶杯凑近嘴唇 一股如蜜如糖又如烟的香气直入鼻腔 这是一种他从来没有闻到过的茶香 他轻轻喝了一口茶 入口很甜 有明显的花果香 茶汤下咽后回甘也甜 墨小凡喝了第二口 又喝了 第三口 将杯中的茶水引进 没等墨小凡发问 原主动开口介绍说 这是安徽的奇门红茶 它的香气与众不同 也不大好用语言描绘 为了以示区别 人们给奇门红这种特有的高远香气 取了一个专有名词 叫奇门香 香高持久 真是好茶 那么这款奇门红茶又有什么功效呢 墨小凡满怀期待地问道 提神醒脑而已 墨小凡一愣 哈哈 是不是和你想的不一样 今天我找你来 是这段时间 我有些寂寞了 想找个人陪我喝茶而已 而我能找的人只有你一个 墨小凡一开始有点郁闷 不过随机说道 我也喜欢喝茶的 以后你想找人喝茶 随时可以找我 袁点点头说道 你这人还是挺够朋友的 不枉我当初选中了你 袁 你就住在这片竹林中吗 是啊 继续往竹林深处走 我在那里搭了一个简易的小屋 那便是我的家 你喜欢喝茶 是受你那个叫 熊浩文的发小影响的吗 还有我爸 你认识熊浩文 莫小凡好奇地问道 我这里虽然是一个单独密闭的空间 但是我在这里通过你 可以感受到你及你周围发生的一切 也幸好如此 不然我早就无聊死了 袁说着 又给莫小凡针上了茶 莫小凡一边品茶 一边问道 这里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莫小凡没想到的是 袁听到这个问题 反而陷入了沉思 不好意思 我在想如何回答你的问题 你可以这么理解 这是我创造的一个意识形态空间 这个意识形态空间依附在你的身体内 莫小凡有些猛逼 他不太理解袁这番话的意思 你可以理解为在梦中 你的意识脱离了你的身体 进入到了我所创造的这个空间内 并且这个空间也只有你的意识能够进入 是不是我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现在和上次一样 我都在做梦罗 你要这么理解 似乎也没有问题 不过这个梦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比如你现在正喝着的奇门红茶 虽然你的身体并没有喝到 但是你的大脑会记住 你在这个梦境中 喝到的奇门红茶的味道 再比如说 如果你的意能 在这个梦中得到加强的话 你的意识回归身体以后 也会得到加强 莫小凡似懂非懂 只好也点点头 袁 我记得你说过 只要我不断地赌食 就是在帮助你 对吗 是这样的 没错 那我通过不断地赌食 能够强化我的意能吗 当然可以罗 随着你解出的高品质 原始越来越多 你不但是在帮助我 也是在帮助你自己 当你解出高 端翡翠的数量达到一定里的时候 你便会来到我这里 与我相见 而我则会提升一次你的意能 莫小凡兴奋地说道 上一次你帮我提升了 一定范围内能够闻到的 水果香味原始的数量 这一次又是什么呢 原没有很快回答莫小凡的问题 而是将莫小凡的空茶杯 第三次蒸上了茶 先品茶 这是一壶奇门红 茶中茶味最香 滋味最浓的三杯茶 你既然来到这里 先学会把其他心思都抛开 专心品茶就是 至于你意能的变化 你回去以后 自然而然会发觉的 原的一番话 莫小凡听进去了 他端起茶杯 细品着最后一杯茶 放下了茶杯 莫小凡问道 我可以问一些其他的问题吗 问时当然可以问 不过对你而言没有意义 莫小凡奇怪地看着原 因为你的意识回归身体之后 这些事情 你都不会记得的 莫小凡想起了上次来源这里的经历 回去后都被他忘记了 那么这一次也会和上次一样 我回去之后就什么都不会记得了吗 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次回去后 你会记得一些零星的片段 以后随着我们见面次数的增加 你到这里来的记忆会变得越来越清晰 原来是这样 好了 莫小凡 三杯茶已喝完 你该回去了 早上九点钟 一阵手机铃声把莫小凡惊醒 他极不情愿地睁开眼睛 看了看手机 居然是一个境外电话 莫小凡接到境外电话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诈骗电话 愤怒的莫小凡 把电话瞬间挂断 又闭上了眼睛 夜里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那个莫小凡似曾相识的梦 被刚才那阵手机铃声打断以后 他再把眼睛闭上 那梦境竟然一下子就忘却了 他努力地回想 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自己 来到了一个幽静的竹林里 有一名男子请他喝茶 喝得好像是一种红茶 莫小凡很近地回想 那个男子好像还说到什么 高品质的翡翠 总之 这是一个挺无厘头的梦 既然梦见的是什么 已经记不起来了 莫小凡自然也没有太当一回事 与此同时 瑞丽诚的另一边 张薇薇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来到了马洪家门口 他敲了门 很快马洪打开了房门 师父 泼水节快乐 张薇薇高兴地问候 把手里的东西晾了晾 又说 这是给师父和师娘的节日礼物 薇薇 快进来 你师娘今天状态不错 可以下床走动走动了 现在她在客厅看电视呢 马洪说着 接过了张薇薇带来的东西 张薇薇快不来到客厅 见到了坐在沙发上的师娘 师娘长期卧床 给人感觉很憔悴 但也许是到了泼水节的原因吧 师娘今天的气色明显好多了 薇薇来了 快过来坐 师娘招呼着张薇薇 脸上露出了慈母般的微笑 张薇薇坐到了师娘身边 说 师娘 泼水节到了 你的气色也明显好多了 这应该是吃得要起作用了吧 你以后只要坚持服药 加强饮食 身体一定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前两天你师父带我去医院看了医生 医生说我近期恢复得不错 有逐渐康复的趋势 医生说 原有的药量可以减少三分之一了 但要加强饮食 可以尝试进行少量的活动 你师父听医生这么说后 高兴坏了 你是没见到 他一个大男人 居然激动地流出了眼泪 别听你师娘瞎说 我是打哈欠 把眼泪挤出来了 张薇薇和师娘 听见马红那么说 都笑了起来 你知道我已经卧床很多年了 现在能够下地走动走动 锻炼一下腿部的肌肉 我心里有多高兴 我终于 看到了希望 这几年 受我这个病人的拖累 真是难为你师父 和你这个当徒弟的了 师娘 你只要能好起来 比什么都重要 我和师父盼这一天盼了很久了 张薇薇见师娘的病情 终于有了好的转机 也高兴地流下了眼泪 明年的泼水节 师娘和师父 就可以和我一起参加了 是啊 我也期待这一天很久了 薇薇 你妈妈一切都好的吧 我妈她很好 我和你师父 给你准备了泼水节礼物 等会你记得带回去 你妈妈现在一个人 也挺不容易的 你有时间别老往 我们这边跑 要多陪陪她 师娘你和我妈说的一样 她也让我有时间 多来看看你和师父 当初要不是师父师娘 帮助我们 师父又教了我赌食技术 我和我妈现在搞不好 连个固定的住处都没有 你妈妈是个 坚强精干的女人 这样的人都很要强 你听我的 有时间多陪陪你妈 好的师娘 我知道了 薇薇 这几天你和那个 莫小凡有联系吗 马洪问 昨天我们碰巧 在市中心遇到 当时那个家伙 居然站在大街的正中央 被四面八方的水泼猛了 也不知道走开 就傻傻地站在那里 我好心过去 拉她到边上 结果她竟然泼了我一脸盆水 我现在想起这事就来气 哼 张薇薇说起莫小凡 顿时来了精神 她那股兴奋进 和喜悦的神色 这一切都被师娘 看在了眼里 薇薇啊 你是不是喜欢上莫小凡了 张薇薇没想到 师娘会这么一问 突然愣住了 我喜欢她 喜欢那个笨蛋 怎么可能 我 师娘看着有点语无伦次的张薇薇 心里面已经有了答案 莫小凡的事情 我听你师父说了个大概 她应该是一个挺有前途的年轻人 如果她的为人还不错 你也喜欢她的话 你们在一起 会像你师父和我一样 感情很好的 并且以她目前超凡的赌食能力 以后一定会在赌食界 有一番建树 如果你俩在一起 完全不用担心 生活物质方面的问题 可是我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喜欢她 而且我觉得她也只是 帮我当成个普通朋友 张薇薇吞吞吐吐地说道 薇薇啊 听你师娘的 莫小凡这人 以后必然前途不可限量 趁你现在 和莫小凡关系不错 她还没有闯出一番天地的时候 你有希望拿下她 等她事业成功 飞黄腾达了 那时候你就永远 失去这个机会了 师父 我怎么觉得 你和师娘说的 都好功利啊 我要是喜欢 也是喜欢她这个人 从来没想过别的 再说了 她不是瑞丽本地人 总有一天 她会离开瑞丽的 薇薇啊 如果你只是想找一个人谈恋爱 那无所谓 但是你希望找到一个 和你一辈子在一起的人 那就不一样了 光有喜欢 是换不来面包的 说到她是外地来瑞丽的人 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现在社会进步 市场繁荣 交通便利 南来北往的人到 瑞丽做生意赚钱 地域界限 早就被打破了 师娘说道 那么师娘 我该怎么做呢 你现在还不用 刻意去做什么 你只要顺其自然地 和她相处就好了 那么 要是莫小凡 依然不喜欢我 怎么办 你现在 真的不用想那么多 听我的 顺其自然就好 泼水节的第三天 也就是最后一天 莫小凡 和张薇薇约 到了一块 他们像其他游人一样 兴致高昂地 参与到泼水大战中 结果又一次次地 被别人用一盆盆的水泼的七荤八素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好心情 俩人完全乐在其中 泼水大战结束后 莫小凡请了张薇薇吃晚饭 而张薇薇给莫小凡 准备了一份节日小礼物 是一条皮带 女孩子 一般只有在轻心于某个男子的时候 才会给她送皮带 张薇薇 希望借助送皮带这件事情 让莫小凡明白自己的心意 可问题是莫小凡虽然 给好几个不同的女孩子送过礼物 送的种类和数量还不少 但是收到女孩子给自己的礼物 这还是头一次 莫小凡有些受宠若惊 但心里感到非常高兴 但是他不明白 一个女孩子给自己送皮带 究竟意味着什么 看看收下了皮带 而无动于衷的莫小凡 气得张薇薇 不断暗骂莫小凡是个傻瓜 同时又无可奈何 晚饭后 莫小凡提议去看一场电影 张薇薇欣然同意了 他们到电影院 看了一部名叫 《疯狂动物城》的 3D动画制作电影 影片讲述的是 在一个所有哺乳动物 都和谐相处的 现代化动物都市里 兔子警官朱迪 和狐狸尼克联手破案 并揭露了一起 足以颠覆动物城的 巨大阴谋的故事 这部动画喜剧电影拍得极好 电影放映不久 莫小凡和张薇薇 就沉浸到电影的剧情当中去了 电影散场后 莫小凡照例打了辆出租车 莫小凡坐到副驾位置 张薇薇坐到右后排 先送张薇薇回家 莫小凡 我觉得电影中的 兔子警官这个角色好励志呀 当他决定要当警察的时候 所有的亲戚和朋友都告诉他 兔子当不了警察 他并没有受到打击 而是自信地说道 那我将会成为第一个 兔子警官 是啊 不过兔子是个理想主义者 不懂世俗人情 所以他和鲸鱼人情世故的狐狸两个 还真是绝配 出租车开到了张薇薇居住的小区停下 张薇薇打开了车门 又转过身来 凑近莫小凡说 莫小凡 那条皮带是我专门为你挑选的 你可要收好哦 皮带这种一号品 就是拿来使用的吗 要收起来干什么 张薇薇嘴上没在说什么 心里却在说 我不管 要是你把她弄坏了 你就死定了 莫小凡看着张薇薇走向小区大门 对这个有些任性的女孩 有些捉摸不透 有时候张薇薇挺懂事 也挺善解人意的 但有时候就像现在这样 喜欢使点小性子 任性不讲理 莫小凡不知道的是 女孩子只有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 才会使小性子 甚至任性不讲理 如果她对你一直喀喀气气 就跟你很分生 从这个角度来说 莫小凡真的不懂女孩子的心 所以她追女孩子的方式总是有问题 最后成为舔狗 莫小凡下了出租车 上楼回到住所 三天快乐又疯狂地泼水节假期宣告结束 莫小凡 起床 泼水节结束了 熊浩文的吼声 在莫小凡的卧室中回荡 睡梦中 突然受到惊吓的莫小凡 一纵 从床上坐了起来 看见床边 站着一脸怒气的熊浩文 熊老板呀 你是打算吓死人不偿命呀 你是不是把今天早上 去解告早逝的事情给忘了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莫小凡看了看手机 已经六点一刻了 她立即从床上跳下来 去卫生间洗漱 六点三十五分 熊浩文驾车 载着乐乐和莫小凡 前往了解告 去解告的路上 莫小凡给张薇薇打了电话 问她现在 要不要到解告找原石 张薇薇告诉莫小凡 她已经到解告了 让莫小凡到地方后联系她 莫公子 连人家女孩子都懂得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就你一个人还要赖床 知道了 下不为例 反正 你很快就要搬出去了 到时候 你爱睡到几点 就几点 七点二十 熊浩文 乐乐和莫小凡 来到了解告 停好车后 三人快步 往解告原石交易市场走去 远远的莫小凡就看见 在原石交易市场门口 张薇薇已经在等着他们了 张薇薇盯着 渐渐走近的莫小凡 终于看清了 莫小凡的腰上 记着昨天 自己送她的皮带 心里暖暖的 熊老板 介绍一下 这是张薇薇 张薇薇 这是奈浩文能老板 这是熊老板的女朋友乐乐 能老板你好 乐乐姐你好 我是张薇薇 张薇薇用她那甜甜的嗓音 礼貌地打了招呼 你好 熊浩文回应道 薇薇你好 乐乐很高兴地回应了张薇薇 两个女人 就像是失散多年的姐妹一样 很快熟络起来 聊上了天 四个人走入了解告原石交易市场 莫小凡 我和乐乐一起逛 你陪着张薇薇逛 如果我遇到觉得还不错的原石 我联系你 你过来帮我看一下 熊浩文知道 莫小凡现在的像石技术 已经远超自己 她愿意这样说 也是对莫小凡的赌石技术的一种认可 好的 熊老板 说完后 熊浩文和乐乐 便消失在原石摊位间的人群之中 莫小凡 我们从哪边逛起 张薇薇兴奋地问道 她终于和传说中的赌石高手一起挑选原石了 难免激动兴奋 我们先从市场左边的摊位逛起吧 薇薇 我先帮你挑一块原石 之后 我再找我自己的 听莫小凡这么说 张薇薇心里又起了一阵暖意 今天早上的市场里 居然能闻到兰花那若隐若现的淡淡的花香 让人心旷神怡 心情舒畅 莫小凡高兴地说道 兰花的花香 我怎么没有闻到 张薇薇奇怪地问道 你鼻子不灵吗 兰花香是从那个方向传过来的 你仔细闻说到这里 莫小凡突然意识到哪里不对劲了 由于一直以来 她在原石市场上 闻到的都是水果香味 所以今 天第一次在这里闻到了兰花香 她并没有多想 一时也没有反应过来 就在张薇薇还在朝着莫小凡所指的方向 努力去绣兰花香的时候 莫小凡已经拉住了张薇薇的手 快步朝着发出兰花香的摊位方向走去 你发现了什么 张薇薇看着脸上全是兴奋与渴望的莫小凡问道 我有种感觉 那边会有好东西 莫小凡含糊地说道 但是 当莫小凡和张薇薇 快步来到散发兰花幽香摊位的时候 先前那股若有若无亲人心脾的幽兰花香 已经消散了 莫小凡感到无比遗憾 转头看向了正在看着自己的张薇薇 看来是我的感觉 有物 呵呵呵呵 莫小凡傻笑着 掩饰自己的尴尬 我们找原石吧 张薇薇没有在这件事情上 和莫小凡继续纠缠 两个人开始在市场众多的原石摊位间穿梭 张薇薇对莫小凡寻找原石的方法 感到非常奇怪 如果是张薇薇自己寻找原石 她会一个摊位 接着一个摊位的查看 有看对了眼的原石 她还要上手压灯 仔细查看一番 但是莫小凡不是这样的 她跟着莫小凡 仅仅是一直在摊位间穿梭 而且 莫小凡并不查看路过摊位的原石 别说查看了 可以说是连看都不看一眼 穿梭了好一阵 终于莫小凡停在了一个摊位面前 开始依次查看摊位上的原石 接着开始压灯查看 莫小凡查看原石的速度很快 基本上看上几眼 在压灯照上几秒钟 就放开这块原石 去查看下一块原石 了 直到莫小凡的手摸到了一块八公斤南棋的时候 她停留了很长时间 莫小凡仔细查看完这块八公斤南棋后 挪开了位置 是以张薇薇上前查看 你看看 这块怎么样 张薇薇知道 既然莫小凡让自己上前查看 说明这块原石一定不寻常 于是 她上前认真查看起这块南棋 这是一块黄沙皮南棋 样子有点像一颗超大号的全尺 但是皮壳表面并不平滑 有些凹凸不平 张薇观察完南棋的皮壳后 开始压灯查看 她本以为压灯会有惊喜 结果灯光下的皮壳内部毫无水头 如果这块原石不是莫小凡亲自挑选的 张薇薇会直接把这块原石和公斤料画上等号 这块南棋你要留吗 你要是看不中我就自己留下罗 张薇薇差点脱口而出你拿去吧 但是她立即想起了之前莫小凡找到的那块木娜 那块自己超级不看好的木娜 结果木娜解石解出了冰种 看着莫小凡真诚的眼神 张薇薇想 莫小凡不会拿这块原石和自己开玩笑的 好 我听你的 莫小凡回过头问老板 老板 这块南棋什么价格 老板瞥了一眼 张薇薇手中的南棋 说道 三万 我最多给到八千 卖不卖 莫小凡觉得 这块南棋什么表现老板是清楚的 于是简单直接地还了价 毕竟在莫小凡看来 一块大家都觉得是垃圾的原石 给到八千已经很离谱了 果然如莫小凡所料 老板对八千元这个价格确实很满意 他立即微笑地说道 成 我给你们装起来 莫小凡拎着装有南棋的黑色塑料袋 和张薇薇离开了这个摊位 莫小凡 我觉得八千元这个价格买下这块南棋 是不是太高了 我觉得即使我们杀价到三千 老板也是会卖的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是这块南棋可以给你带来足够的利润 我们没必要把价格压得太狠 让摊主也有点转头 这样下次再见时大家不会像是见到仇人一样 你这么说的意思是 这块南棋可能切涨 不是可能 是一定 这块南棋 可是今天早上解告原石交易市场中最好的一块原石哦 没有之一 你吹牛 我陪你走了那么半天 你就看了一个摊位 然后挑了这块南棋 居然就敢大言不惭地说 这块原石是整个原石市场上最好的 哈哈我确实在吹牛 被你发现了 莫小凡你别逗我 我可不像你 八千块钱对我来说可是一大笔钱了 要是切垮了 我这个月只能吃泡面了 一天一包的那种 放心吧 这块原石是我精心帮你选的 不会让你失望的 好吧 我就信你一次 接下来我们继续找其他原石 等等 熊老板给我发信息了 我们先过去看看他相中的原石怎么样了 莫小凡和张薇薇来到了原石交易市场门口 和熊浩文和乐乐会合 莫公子 手里的原石给我瞧瞧 看吗 这是张薇薇的 是你帮我挑的 好吧 熊浩文兴致满满地 接过了莫小凡手里的黑色塑料袋 放在地上 把袋子打开 露出了袋里的南棋 然后熊浩文原本兴致勃勃的脸上 表情变得古怪起来 熊老板 你能看出这块南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张薇薇问 莫公子挑的原石 只有他自己能看得明白 别人都看不懂 但是就是能切账 你说怪不怪 而且他挑原石的方法也和我们的不一样 是不是 是啊 莫小凡好像凭感觉就能知道大致什么地方的原石是他想要找的 并且能很快找到那块原石 张薇薇附和道 听薇薇你这么说 好像真是这么一回事 乐乐也附和道 你们不是叫我过来陪你们开原石吗 莫小凡说道 怎么着 莫老板我们几个研究一下你能切掌原石的秘诀 你有意见 没有 没有 你们开心的就好 熊浩文看中了三块原石 带着莫小凡到摊位上逐一进行查看 前两块原石 莫小凡都是简单压灯查看一下 便对奈浩文说他看不准 熊浩文见莫小凡这么说 便不再纠结 直接带着莫小凡到下一个摊位上去查看第三块原石 毕竟 两人一起经过那么多事情 熊浩文无论对莫小凡这个人 还是对他像时的技术都非常信任 既然莫小凡说他看不准 那就没必要在这两块原石上浪费时间了 四人来到了熊浩文看中的第三块原石所在的摊位前 原石还在摊位上放着 是一块七公斤的墨西纱 石形是一个标准的大窝窝头 窝窝头的边缘非常光滑 皮壳是白纱皮 莫小凡看完石形后 开始压灯 灯光下水头很长 石形好 皮壳好 水头长 这块墨西纱具备了一切能够切涨的特征 像熊浩文这样没有异能的赌石老手 会看中这块原石 当在情理之中 莫小凡把熊浩文单独拉到离开摊位三米外的地方 巧声说 熊老板 我觉得这块墨西纱成本太高 解释后最多只能小赚一点 要不我们再看看别的 熊浩文想了想 说到莫公子 这块墨西纱你看到了什么重水 莫小凡想了想 看着熊浩文说道 这块墨西纱应该在细懦种和懦化之间 但是我觉得出细懦种的概率要更高一些 自从莫小凡做了那个无厘头梦以后 他通过香味对原石解释后重水的判断更加准确了 熊浩文笑着摇摇头 表示不同意 现在这个原石我是越发地看不懂了 一块具备了那么多切掌特征的原石你认为才是大概率系懦种 而你这家伙随便找来一块歪瓜裂枣 居然都是少有的极品原石 莫小凡笑笑 没有接话 熊浩文回头招招手 叫上了还在摊位边聊的正嗨的乐乐和张薇薇两个人 四人一起往前走 继续寻找原石 这次由莫小凡带队帮熊浩文寻找原石 熊浩文 乐乐 张薇薇扮演吃瓜群众 三个人已经意识到他们帮不上忙 干脆放弃努力 开始探寻莫小凡相识的秘密 经过了一番寻找 莫小凡带着三人来到了一个原石摊位 老熊 你有没有看出一点莫小凡寻找原石的秘诀 我什么都看不出来 我就知道莫公子像是装了特殊雷达似的 总能发现能够切长的原石 而且还是那种长得歪瓜裂枣的 居然还能切长得简陋原石 你们看 她又挑了一块歪瓜裂枣 此时莫小凡双手正抹扎着一块 不知道该如何形容石形的木纳 这块木纳重18公斤 皮壳是较为常见的黄岩沙皮壳 皮壳粗糙质感不好 压灯完全没有水头 你们看 莫公子相中这块原石了 很快便会寻价 就如熊浩文所说 莫小凡询问了摊主价格 老板 这块木纳怎么卖 老板 很好的手镯料 19万 19万 你这卖的是黄金原石 按一万多亿公斤来卖 老板再见 摊主见莫小凡转身要走 立即慌了 他当然知道 这块木纳品相不好 他也没指望能卖出去 因此随便报了一个价 然后等着看莫小凡懂不懂行 能不能浑水摸鱼把这块木纳给卖出去 结果没想到莫小凡直接转身走了 老板回来 价格你不满意 可以还个价看看吗 老板嬉皮笑脸地喊道 莫小凡转回身说道 老板 我实话说了 你这块要卖相没卖相 要水头没水头 皮壳也非常一般的木纳 我就是图它比较大 想解了玩玩 能解出什么来当然好 解不出也无所谓 老板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懂 我懂 老板你给个价吧 摊主听了莫小凡的话 已经不报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摊主觉得 只要莫小凡的还价还过得去 立刻就卖 省得放在他的摊位上 老是站着地方 又没用处 一万五买断 不行我就走了 莫小凡非常硬气地说道 老板你的车在哪里 我找人给你用拖车运过去 在莫小凡来到之前 摊位上的这块木纳别的顾客 给的最高价格是六千五百 而莫小凡给出了一万五 已经超出了摊主的预期 摊主自然是非常高兴地 一口硬呈下来 熊浩文向摊主支付了一万五 购买原石的费用 摊主喊来了人和小推车 动手把18公斤重的木纳 和张薇薇先前买下的 8公斤南旗运到了停车处 搬进了熊浩文的大众图观后备箱中 莫公子 这块木纳最多给到个八千封顶了 你为什么还价还个一万五呢 熊老板 你觉得18公斤的诺冰种 带送木纳一万五 这个价格怎么样 你的意思是 我觉得老是低价简陋 虽然我是靠实力 但是这种事情 终究会招人记恨 所以我 尽量在简陋的时候 多给 贪主一些利润空间 这样贪主哪一天 知道他卖出的原石切涨了 也不至于心里 太不平衡 然后记恨于我 好吧 莫公子说的有道理 你帮我和张薇薇 都挑了原石 我们继续 陪你去挑你自己的原石 今天我在市场上 发现的最好的原石 被张薇薇拿走了 在此之后 能发现的最好的原石 给了你 我不觉得剩下的原石里 还有我看得上眼的了 莫小凡说 前两句话的时候 大家挺开心的 觉得莫小凡 这人够朋友 但是 莫小凡的最后一句话 一出口 牛逼哄哄的口气 立即招来了 三人的一致鄙视 既然莫公子 瞧不上那些小鱼小虾 那我们就撤吧 先找地方吃饭 再找地方解食 亲眼见证 莫公子给我们带来的奇迹 熊浩文驾车 乐乐坐在副驾位 莫小凡和张薇薇坐在后排 四个人离开了解告 去往他们经常去吃撒撇的那家歹足餐厅 吃饭的时候 张薇薇感慨说道 我本以为和莫小凡一起赌食 只要我用心学习观察 以我的悟性 迟早能够学到莫小凡的一朝两世 结果我不得不承认 是我肤浅了 按莫小凡这赌食的路数 我就算看个十年八年 估计都不一定能搞明白 他到底是怎么赌食的 天才总是寂寞的 不被人理解的 莫小凡嘚瑟地说道 老兄 你看莫小凡 他居然飘了 快对醒他 今天的原石 是莫公子帮忙挑的 让他暂且嚣张一下 不过 等会解食 要是解不出诺冰种带色 看我怎么收拾他 哈哈 莫小凡你flatly那么早 小心翻车哦 放心吧 不会出现纰漏的 你们就等着感谢我吧 莫小凡 我的难骑你 看到什么种水 张薇薇好奇地问道 莫小凡神秘兮兮地说道 现在不告诉你 等会你就知道了 到时候别感谢我感谢的 想投怀送抱就行 哼 莫小凡你 给我好好等着 莫公子 我还是得说句你不爱听的 你现在给我的感觉 你有点飘了 虽然我知道你是和我们几个在一起 才会表现得比较放纵 人都有想要表现的欲望 尤其是在和自己亲近的人面前 但是我觉得 你还是尽量低调一些比较好 不然对你没好处 天狂必有雨 人狂必有祸 你得知道 在锐利关注你的人 已经越来越多了 防人之心不可无 莫小凡听了熊浩文的一番话语 兴透一下子被打了下来 他仔细想了想 好像他站到了自己的对面 观看了自己的表演 确实觉得自己今天的表现 有些幼稚和可笑了 熊老板 你说得对 我明白了 锐利市区内的一家解食店中 杨凯正在观看其他顾客谢时 杨凯是一个赌食爱好者 但是由于自身的经济并不宽裕 并没有经济实力支撑他 这一个烧钱的爱好 于是 更多的时候 他总是在这家解食店里 观看别人解食 杨凯常常泡在解食店里 一来可以借着多观察 来增加自己 对原石的了解 二来看看别人 解食也算是望眉止渴 看别人解食 渐渐看得多了 杨凯也算得上是个 纸上谈兵的高手了 因此 当他看见一些赌食的新人 来解食的时候 他便喜欢去 指点一二 作为一个纸上谈兵的高手 他总能够成功地 唬住那些新手 并且还能让新手们 自愿认真听他 传授的赌食技巧 这一来极大的满足了 杨凯的虚荣心 并且成为了 他最喜欢的消遣方式 这一天杨凯正在解食店里 和几个常客聊着天 店门外进来了两男两女 这四个人都很年轻 应该是和杨凯差不多的年纪 看起来像是两对情侣 两个女孩子都很漂亮 杨凯羡慕地看了一眼 收回了目光 他今年26岁了 还没有谈过恋爱 四人中个子 最高的那个男子 向解食店老板借了小推车 推着车离开了解食店 其余三个人在杨凯的旁边 找了座位坐下 杨凯意识到 对方是有较大的原石 要拿来解食 立刻来了兴趣 几分钟后 杨凯看到那个高个子男人 推着手推车 回到了解食店 车里放有一大一小 两块原石 店里许多无聊等待 解食的顾客都凑过去看 其中当然也少不了杨凯 推车上是一块男骑 和一块木纳 当围观的顾客 看清楚这两块原石的皮壳 和石形后 瞬间失去了兴趣 杨凯当然也不例外 他心里暗想 这两块原石都是什么歪瓜裂枣呀 居然有人相中这种原石 杨凯意识到 购买原石的这几人应该是新手 被摊主忽悠了 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杨凯自认为 有必要提醒他们一下 高个子男人 在和老板商量好怎么解食 并完成划线后 来到了一个女孩子的旁边坐下 你们好 你们这两块原石 是早上在解告原石交易市场买的吗 杨凯友好的像高个子男人 问到在解食店里 有人搭话是很正常的事情 并不奇怪 高个子男人看了一眼杨凯 礼貌地回应道 对 你有什么事情吗 我想问下 你们是来瑞丽旅游的吗 高个子男人 刚想回答 在他旁边的女孩子先回答道 是啊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才来瑞丽没几天 既然来了瑞丽 肯定要过把堵石的瘾 所以我们去解告买了两块原石来这里试试手气 原来是这样 不过呀 这两块原石 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女孩子皱了皱眉 你的意思是 我们买的原石不好 可是摊主告诉我们这两块原石都是极品呀 卖原石的摊主都会这么说的 我觉得你们被摊主忽悠了 你们这两块原石我刚才大致看了 脉象 皮壳 石形都非常的一般 或者说稍微有点糟糕了 这时 另外一个女孩子说道 你的意思是 我们被摊主骗了 那我们现在去找摊主退货还来得及步 不可能的 买到的原石只要不是假的 成交之后是盖部退换的 你们只能下次小心了 熊老板 你看看你那么容易就相信那个摊主 现在好了吧 就是呀老熊 当时我就觉得这两块原石看起来不好看 你非要说长得奇怪的原石才是好原石 你两个别埋怨能老板了 我们是来体验赌石的过程的 又不是来靠赌石赚钱的 你说是吧 熊老板 另外一个看着比较和善的年轻人插话道 那个被称作熊老板的高个男子 冷冷地瞥了一眼同伴中看着比较和善的男子 是啊 全当交学费了 我叫杨凯也是一个赌石爱好者 我见过的原石解石怎么这也有上千了 所以你们的原石有问题我能一眼就看出来 是啊 小凯可是我们这里最懂原石的 有什么原石方面的问题 你们可以问他 店里的其他顾客插话道 难怪你那么厉害 你能给我们大概讲讲原石的情况吗 这样我们下次买原石就知道该如何闭坑了 一个女孩子期待地说道 杨凯本来就是打算展示一下自己赌石的专业知识的 现在又有好看的女孩子求着他讲 于是杨凯忘我的讲了起来 他的口才不错 一开讲就如滔滔江水 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杨凯讲得太过忘我 丝毫没有注意到这四个人完全没有听他讲解的性质 新手赌石需要避免的问题 大致就这些 你们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终于 杨凯的讲解告一个段落 谢谢你给我们上了一节课 暂时没有问题了 可能对于你来说很简单的是 对我们来说需要消化一下 刚才说话的女孩子说道 杨凯点点头表示理解 这时候 谢石店的老板将解好的18公斤木纳 用小推车推到了熊老板面前 熊老板蹲下身 准备揭开木纳的盖子 一般这个时候 店里等待的顾客都会凑上去观看原始育肉的情况 但是这次店里的顾客都对这块木纳不看好 只有两个好奇心重的顾客凑过来观看 其中一个就是杨凯 虽然奈好文还没有揭盖 但是杨凯似乎已经看到这块木纳的切面是大理石白板 或者笔质更差 熊老板轻轻揭开了木纳的盖子 卧槽 诺斌中果律底 杨凯和另外一个观看接盖的顾客一口同声地喊了一声 由于他俩叫喊得很大声 客厅内所有的顾客都过来查看了 熊老板笑着摇了摇头 心中暗想 还真被那个家伙猜中了重水 两个女孩子脸上一脸戏虐的坏笑 看着杨凯 只有那个和善的男子比较淡定 他的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这个不科学啊 这一看就是一块公斤料 居然解出了这么好的重水 都说新人运气好 看来真的没法比 这块木纳长着公斤料的样子 我敢说买的时候一定不贵 妥妥的大 长呀 杨凯此时很尴尬 脸上一阵清一阵白 他深吸一口气 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然后拿出自己最灿烂的笑容 对四人说道 你们运气真好 这块原始大涨 谢谢 谢谢 没想到我们第一次 赌石就切掌了 老兄你最棒了 熊老板威武 熊老板 你说另外一块原始 会不会也切掌 一个女孩子问道 我看男 就像这位杨凯兄所说 我们能切掌这块原始 纯粹是运气好 反正已经赚了 另外一块原始 平常心对待吧 杨凯找到了接话的机会 说道 是的 就像熊老板所说 赌石最重要的就是 心态要稳 我见过许多赌石老手 杨凯的表现欲特别强 一说起来又停不下来了 刚才的挂在脸上的尴尬 也烟消云散了 直到谢石店老板 将谢石完毕的八公斤 男骑爆了出来 杨凯的经验传授 依然没有结束 但爱于熊老板 要查看这块男骑的解释结果了 他才迫不得已停了下来 因为刚才被认为是公斤料的木纳 居然出了诺冰种 现在店里的顾客几乎都来挤过来 查看南骑的接盖仪式 虽然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再创奇迹 但是大家心里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期望 期望着这另一块公斤料 也能够给他们带来预想不到的结果 这一次奈浩文没有墨迹 直接揭开了南骑的盖子 我去 是冰种 公斤料解出了冰种情水底 一个顾客大声说道 杨凯看着南骑的切面 完全呆住了 这两块原石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 运气能好到这样的程度 简直逆天 我觉得恐怕不是运气好 你们有谁有这运气 连续两块如同公斤料一般的原石 解出大涨的 你的意思是 我认为这两块原石是赌石老手 不 是拥有超高赌石技巧的赌石高手在简陋 最近瑞丽一直盛传有一个逢切必长的赌石高手 说到这 所有的人都看向了熊老板 结果熊老板所在的位子已经空了 和他一起来的三个同伴也不见了 两块原石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消失了 老板 那些人什么时候走的 就在你们议论的正起进的时候 那个称作熊老板的年轻人已经付了解实费 带着明料和同伴离开了 恐怕那个熊老板真是传说中的赌石高手 不然不会那么低调 杨凯 你和熊老板及他的同伴聊了半天 你有没有听他说些什么 那个熊老板话很少 没说什么特别的 就我说他们是新手的时候 他们跟着附和了 果然 我就说嘛 真正的赌石高手都是很低调的 最近那些自称是传说中赌石高手的家伙 看来都是假货 虽然就这样让熊老板他们走了 有些可惜 不过我们也算见过真正的赌石高手什么样了 以后和别人聊天也有了资本 杨凯已经从又一次猛逼中恢复了过来 今天发生的一切对他的冲击很大 他一直以赌石老手自诩 只要见到新手便主动凑过去 说这说那的 深怕别人不知道他的能力 今天见到熊老板以后 他发觉原来真正传说中的赌石高手 是那么的低调 甚至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赌石高手 但是整个瑞丽城赌石圈都在传他的故事 想到熊老板今天的种种表现 自己还想去教人家赌石 杨凯就觉得尴尬万分 对比自己的友谊哉哗哗不发 熊老板的无心插柳柳成音 杨凯心里已经有了新的追求 这一天之后 瑞丽城传说中的赌石高手有了具体的形象 不到30岁的年轻男子 180以上的高个子 留着精致的联并胡子 姓熊 熊浩文开车载着乐乐 莫小凡 张薇薇回傲新世纪小区的路上 薇薇 今天晚饭就在我家吃了 老熊的厨艺不错 帮你满意 谢谢乐乐姐 谢谢熊老板 我自己也会做饭 我可以帮你打下手 能老板 今天好危险 幸好我们跑得快 主要是不该 同时拿两块歪瓜裂早班的原石道 同一家解石店去解 莫小凡 得空你问问你那个两层小院的装修进度 是不是快完工了 老熊 今天解石店里的人 会不会把你当作了传说中的赌石高手 哦 毕竟是我拿着原石去解的 不行 这亏吃大了 莫小凡 你得再帮我和乐乐找两块原石 不 找三块 不然我就把你卖了 还有我 你要是不继续带我赌石 我也把你卖了 张薇薇附和道 莫小凡心里暗道交友不慎呀 莫小凡 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你熟悉的收购名料的商人 收购价最好能高一点的 我想把手里这块冰重情水底卖了 行 没问题 我帮你联系 那么我们明天就去找名料收购商 好呀 到了傲星世纪的住所后 熊浩文便开始做菜 张薇薇则帮着洗菜 乐乐和莫小凡两个只会吃的家伙 则悠闲地在茶桌边坐着喝茶 莫小凡 牛逼了你今天 你的嘴是开过光吗 说是什么重水 解释后就是什么重水 而且还是这种外观和公斤料差不多的原石 都说了是简陋吗 一块大家都看好的原石 要不价格很高 要不早就被别人买走了 那叫什么简陋 那倒也是 你看张薇薇 长得好看又懂事 还会做饭 谁像你只会吃 你是不是把你自己也说在内了 嘿嘿 我觉得张薇薇她喜欢你哦 有个对你好又会做饭的女朋友 正好可以和你这个懒人互补 莫小凡愣了一下 我这款不招女孩子喜欢的 你肯定搞错了 拜托 你会搞错 但是我肯定不会 女孩子最了解女孩子 相信我没错的 莫小凡还是不相信 摇了摇头 由于莫小凡追女孩子 总是遭到拒绝 或者成为了无休止的舔狗 她有了些自卑的心理 不觉得自己在感情上会有好运气 更不会觉得有女孩子会喜欢她 莫小凡 你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你了 你现在可是香波波 未来可期 莫小凡没有说话 你就说说喜不喜欢张薇薇吧 刚开始没太多感觉 现在觉得她还不错 那你要不要主动一点 一个喜欢你 对你好 你也喜欢她的女朋友 难道你不想要 我要再观察一下 等更有把握的时候 再说 大哥 现在就是表白的绝佳时机了 你还想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她被别人抢走 莫小凡又沉默不语了 真是要被你气死 哎 晚饭熊浩文做了三婚两肃一趟 虽然都是一些家常菜 但是非常可口 经过一天的相处 乐乐和熊浩文都很喜欢张薇薇 把她当作自己人来看待 可惜就是莫小凡 这笨蛋不开窍 两人也无可奈何 晚饭后 莫小凡开车送张薇薇回家 薇薇 明天熊浩文他们不用车 上午九点 我开车过来接你 你记得带好要卖的名料 好的 莫小凡 你要不要考虑自己买辆车 你老是用熊老板的车 不是办法吗 我自己有车 一辆很漂亮的酒红色轿车 现在车在昆明 等我租的小院装修好了 我把车拖运过来 一个大男人居然开骚红色的车 是酒红色 我这两天真是开心 我师娘的病情也好转了 医生说 只要按时吃药 增加活动量 最多一年后 身体便可以恢复到 普通人80%的健康状态 这是好事呀 难怪我最近见你 都是把开心写到了脸上 这我得谢谢你 莫小凡 谢我啥 谢谢你帮我挑的这块原石 把它卖了后 我师娘就有足够支撑到 康复的医药费了 不过感谢归感谢 我还是觉得你是个傻瓜 几十万的冰种情水底明料 说给人就给人 你说你是不是傻瓜 你别看我 虽然没多少钱 但是区区一块冰种 我还真不是那么在乎 这样的原石 只要我想找 随时都找得到 相比于冰种 我更看重你和我们之间的友谊 莫小凡的话 让张薇薇非常高兴 尤其是莫小凡 说我更看重你的时候 张薇薇心跳都加速了 结果这个白痴又补了句 还有我们之间的友谊 臭屁精莫小凡 哼 你师父马红 现在怎么样了 我师父还是由于 那个王老板的原因 已经没人找他赌食了 所以 师父打算重新找份工作 先保证能够养活我师娘 然后慢慢攒钱 再买原石 自己赌食 莫小凡听了 没有说话 我师父不单教会我赌食 还在多年以前 帮助过我和我妈 不然的话 我和我妈 估计要露宿街头了 以前我只觉得 你刁蛮任性还不讲理 现在看来 你还是有蛮多优点的 那是当然的 张薇薇自信地说道 聊着聊着 两人已经到达了 张薇薇所住的小区 莫小凡将车 开到了张薇薇所在的 单元楼下 张薇薇提着装 明料的袋子下了车 莫小凡 我今天很开心 下次我做你爱吃的 牛肉给你吃 说完 张薇薇进了单元楼 她上楼的时候 听见了车子开走的声音 妈 我回来了 张薇薇进门后 给自己母亲打了招呼 看你那么高兴 遇到了什么好事 今天莫小凡帮我挑了一块原石 解释后大涨 靠这块原石 我们家今年的房租就没问题了 生活也能宽裕点 还有我师娘的医药费 也不成问题了 一块石头能值那么多 张妈有些惊讶 看着张薇薇提回来的名料 当然 你看 这可是冰种带色翡翠 那个小伙子那么有本事 你如果能跟着他 就不会吃苦了 妈 你怎么和师娘说一样的话 我是喜欢他这人 不是图他的钱 我吃了半辈子苦 我并不是特别关心 你喜欢上了谁 我只在乎你喜欢的人 能不能带给你幸福 什么是幸福 能保证一家人衣食住无忧 还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才会有幸福 张薇薇没有接话 她还处于爱情至上的年纪 但是她还是能理解自己妈妈的 仅仅只有感情 是换不来面包的 当年你爸长得帅 对我好 许下了多少山盟海事 一生一世结果呢 我们连房都买不起 一直租房子住 我和她离婚的时候 她还拿走了家里几乎全部的积蓄 薇薇啊 当初要不是你师父 师娘帮助我们 估计我都活不到今天 妈 这话你说过好多次了 次日上午九点 莫小凡驾车来到了张薇薇家楼下 看见张薇薇已经在单元门口等待了 张薇薇今天精心打扮了一番 棕色短款休闲女士西装外套 搭配性色连衣裙 脚上穿一双小白鞋 腰间鞋跨一个咖啡色昆包 给人的感觉精致又淑女 莫小凡你迟到了三分钟 你知不知道石头很重的 张薇薇嘟的小嘴 洋装生气地说道 莫小凡笑笑 下了车 结果张薇薇手中的名料 放到了后备箱中 她回过身来 打量了一下张薇薇 张薇薇看到莫小凡在打量自己 用一种甜甜的 又显得很乖巧的声音说道 怎么样 是不是很淑女 嗯 假如你不说话的话 是挺淑女的 莫小凡你什么意思 你给我说清楚 张薇薇炸毛了 没啥 快上车 我们先把正式办了 莫小凡带着张薇薇 来到了萧莹的店铺 第一次走进萧莹的店铺 张薇薇心里也是一阵感慨 原来翡翠店铺 还能开成这样的 这家高端翡翠店铺的老板 名叫萧莹 是我的朋友 今天带你来 把你介绍给她 你除了卖名料 同时也是让你认认萧老板的门 以后你有好的重水名料 也可以自己拿过来 卖给萧老板 虽然两人并不是情侣关系 但是莫小凡带张薇薇 涉足自己的圈子 足见她非常重视自己 这让张薇薇很高兴 莫小凡和张薇薇 在店铺的客厅 见到了萧莹 萧老板早 莫小凡和张薇薇 一口同声地说道 小凡你来了 难得你身边会有漂亮的女孩子 你不打算介绍一下吗 萧老板 这是我的朋友张薇薇 今天她带来一些名料 想请萧老板长长演 莫小凡说完 将装有男旗的黑色塑料袋 放在了萧莹面前的茶台上 萧莹饶有兴趣地 查看了袋子中的男旗名料 冰种情水底 好料子呀 莫小凡你老实说 是不是你帮这个美女挑的原石 莫小凡傻笑着 不说话 算是默认了 这是大代人的任务 但没有任务 OK 带主后